Hello大家好,我是鱼哥 今天我们来讲催眠外星接触 据说人类与外星人相遇的时候 记忆会被篡改 真实发生的事件会被掩埋在附加的记忆之下 为了寻找到真实的记忆 回溯催眠室 朵罗利斯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调查 在催眠中他就发现 外星人最终会与人类共荣 还有可怕的外星预言梦是否会成真呢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 催眠外星接触 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 大家理性观看 从事催眠和前世疗法的 美国著名的催眠师朵罗利斯 在催眠中就发现了 人类可能与外星人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过了几十年的研究 他就成了一位外星文明的顶尖研究者 还和全球知名的非典研究机构合作多年 于是他就帮助了那些外星人目击者 和接触过外星人的人 解开了一些谜题 来解释外星人的存在 和他们来到地球的最终目的 首先我们要讲到一个概念 帘幕记忆 这是指对事物或者是事件的不正确记忆 有什么被加了上去 重叠在真正发生在的事情上面 心灵因此用不同的方式去解读 在朵罗利斯研究中 意外的就发现了帘幕记忆的概念 似乎与消失的时间有关 在1989年的某天 朵罗利斯就认识了一位叫做布兰达的女士 不久他们就开始了固定的催眠 他就告诉朵罗利斯 在1988年的3月发生了一起不寻常的插曲 他认为那件事情很古怪 也许跟幽浮或者是外星人有关联 那一天他说他下班 正从费耶特维尔开车回家 这一段行程通常会花上半个小时左右 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位于乡间的家已经就在眼前了 他转过一个弯 忽然就看到了一个白色的毛头鹰 就在他那条路线的正中央 而布兰达不想撞到他 于是就放缓了车锁 毛头鹰转头看向他 拍拍翅膀 于是朝卡车还直接飞了过来 因此吓坏了布兰达 当他低头掠过卡车的时候 布兰达还转头看向了车后窗 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而毛头鹰居然就这样消失了 于是布兰达又转回头来看向挡风玻璃 居然惊讶地就发现天已经黑了 当他进到家里的时候 按照现在应该是五点半左右 但实际上却已经接近七点了 那中间的一个半小时到底去了哪呢 难道有什么事情被意识记忆所封锁了吗 事件过后的几天 他就对电器有种奇怪的影响力 家里所有的电子设备居然都失常了 他只要动一下 电视机的焦距就会一下子失焦 又一下子清楚 上班时 计算机的画面也在不断地跳动 时钟也变得不准了 他对声音居然也变得更加敏感 而他的自然听力 扩大到比正常听力更高更远的范围 还听得到较高的音频 他说电话响起前 就会发出一些高音调的滋滋的那种声音 但别人都听不到 于是他对电子设备和声音的奇怪的效应 持续了整整四天才恢复瓶颈 因此朵罗利斯决定把这次的催眠 用来探索那一段消失的时间 看看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开始催眠之后 朵罗利斯就引导他回到了1988年3月下旬 他立刻就进入了开车回家的场景 很快就到家 他看到了某个东西就站在那条路线的中央 他停下车 以免点过去 他的意识中记得他是缓慢的车速 但是现在 他说自己完全停下了车 另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是他在路上看到的不是毛头鹰 而是一个身穿白衣 浑身发着光的男人 他很高大 就像电影里的天使 他向车靠近朝驾驶座走来 一边走一边还对车做了一个手势 他挥动他的手朝着卡车引擎盖的平行方向 然后再往上跟挡风玻璃平行的一个方向 看样子他的意识把这一部分记忆当成了毛头鹰 低飞掠过卡车 那只毛头鹰显然是来自于他一时所制造的覆盖物 他开了车窗 发现那个男人有六根手指 眼中居然会射出光线 那奇怪的是他并不感到害怕 还问他是否需要帮助 对方指向马路旁边的山丘 说道那里有他的交通工具 而那山丘离马路不远 四周空旷 如果那里藏了什么飞行器的话 体积一定不大 接着布兰达就询问了对方的身份 他就说他来自于长老议会 在宇宙中有不同的访客造访地球的各个区域 带回了有关于地球发展进度和相互矛盾的报告 而长老议会就是负责解决这些问题的 由于他是长老议会的成员 他们决定由他过来亲自看看地球上的情况 目的是提取到更多的信息 以决定是否让地球保持物质 还是要与人类接触 把人类带入光健康和知识力 他沟通的时候并不是开口说话的 而是把他的意念投射到了布兰达的心里 而布兰达问他地球以外真的有生命吗 他说当然 宇宙中有各式各样的生命 能力和样貌都不同 有几个种族的外星人 还期望人类能够发展出可靠的宇宙飞船 好加入他们 成为迎合社群的一份子 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特征 有些种族比较好战 有些种族身性很幽默 接着他说布兰达帮不上他的忙 挥挥手就消失了 不过布兰达就注意到 他当时站在马路的中央 似乎试图了解人类 知道外星生命存在会做出什么反应 看看他会不会惊讶的跑掉 还是受到惊吓的做出各种攻击的举动 像是在做平均取样一样 他四处的出现在不同的人的面前 在让他们忘了这个经历 于是他记下他们对他的反应 而朵罗利斯觉得这个事情远不止于此 于是他就开始询问布兰达的潜意识 潜意识的内容让他十分的震惊 这位长老外星人已经持续追踪布兰达十几年了 他们会特定的对一些地球人保持追踪 好几个世纪以来 外星人一直都在这么做 而每一个世代都有他们特别会去观察的对象 布兰达的智商和灵性进化的层面都很高 正是他们想要的类型 而这些人一辈子都在他们的密切注视之下 他们不时的会与这些人接触 有时他们会让对方记得 但是大多时候会蒙蔽他们的记忆 以免他们的平常生活变得非常复杂 那布兰达很小的时候 他们就跟他接触过了 只是他不记得而已 那这些外星人能够认识人类的心灵放射 也能够清楚地看到人的气场 他们很容易就能够追踪到一个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也有机器可以帮忙 他们把信息放到机器里 让机器扫描整个星球 看看有着这样类型气场和心灵放射的人在哪里 然后机器便会指向目标的位置 布兰达九岁的时候 他第一次与他接触 那个时候为他接种很像是打了疫苗 他们把一种物质就注射到了人体内 以加强感知能力更灵敏 那是一种表达所有感官能力的方式 而接种会在皮肤上留下一种记号 为了证实这个说法 朵罗利斯就撩起了布兰达的衣袖 在他的左肩膀上确实有一个种块 意识说注射进去的东西不仅是那个物质 还有一个小银球 那是一种非常小的工具 可以调整成和人类心灵放射一致 帮助他们的机器追踪这个人 如果要与他发生接触 便可以启动留在体内的小银球 那个时候他的作用就会像是个翻译机 他可以把自己的思维投射出去和他们沟通 也能够听到他们的想法 即使是用声音沟通 就算他们说着他听不懂的话 他也能够理解 当声音进入脑里 就会被转成他能够理解的符号 这就是那个东西的功能 而为他接踵的外星人也是来自于议会 许多的外星人都很急切的希望 人类能够加入银河社群 为了追踪医疗科学和人类演化的进展 他们就想为加入银河社群的人类提前做准备 那位外星长老为了保护布兰达和他自己 所以他让布兰达以为自己在路上看到的就是一个白色的毛头鹰 天而他的生活就不会受到影响 因为二者进行过互动 他的气场吸收了一些额外的能量 所以这个能量大部分被他的身体所使用 但还是有多出来了一些 他的气场就把多出来的能量抛了出来 结果就是他会听到非常高的音调 额外的能量也干扰了电子物品的运作 催眠结束后 朵罗利斯马上就请他解释一下胳膊上的肿块是怎么来的 而布兰达说 这个是从他9岁开始就有的 几乎20多年了 而9岁那年早上 他说他突然发现手臂上有一个地方变得肿泡泡的 完全不像是昆虫咬伤 像是水泡 只是里面没有液体 后来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化农的伤口 大概8个星期左右才痊愈成伤疤 而朵罗利斯就找到了当时的医生的诊疗记录 那时候的医生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于是就诊断为猫抓而引起的某种真菌感染 可是布兰达的家从来没有养过猫 这就证实了他的潜意识的内容 而外星人确实是在他的身体里注射了一种物质 他们在路上相遇的时候 正是这种物质帮助他们进行了对话 不仅如此 后来的布兰达因公就前往了夏威夷参加会议 在岛上寻找饭店的路上 他又看到了一条可以回转的车道 不过他之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这里还有一条车道 于是他就开车进去了 而发现那里是一处小住宅 里面都是模块式的房屋 奇怪的是他从来就不记得曾经在路上看到过这个社区 而这就是他最后的记忆的事情 下一刻他就发现自己在岛屿的另一端 行驶在一条繁忙的四条车道的公路上 这个时候天色漆黑 他完全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那里的 再后来他又开上这条路 但那条车道已经消失了 不过有了之前的催眠经验 他的状态是很放松的 也开始接受自己身上曾经发生过与外星人接触的那种事件 所以德罗利斯开始催眠 带他重新回到那一天 在进入那条车道时 布兰达就说他看到了天上的亮光 他感到这个光有非常强大的能量 自己似乎正在漂浮 像是光的一部分 而这种移动感让他穿过颜色 穿过时间 穿过空间 而缓慢的上升 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和另一个时间 在聊成的最后 德罗利斯就跟布兰达的潜意识对话 而潜意识说 那是一种去物质化 那时候他的身体被变成了纯能量 再被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恢复为物质状态 所以当他恢复意识的时候 他已经在这个岛上的另一个地方了 而这一系列事件或许就能够说明 外星人也许就在我们身边 且以某种方式正在默默地观察着人类 而谜团还在继续 而且越来越深奥 当事件的真实的记忆被潜意识所屏蔽 他不会被彻底的忘记 而是以梦境的形式出现 而德罗利斯的许多案例中都报告显示 他们并不是与外星人进行了实际的接触 而是被生动到异乎寻常的梦境所困扰 这些梦通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性质 他大多是潜意识对清醒时候的事情所做的解读 也是潜意识试图透过传递信息给我们的一种方式 那么是什么让幽浮 外星人或太空飞船有关的梦与众不同呢 我们又为什么要去注意它们呢 还有一个个案名叫凯利 他就记得自己曾经做过和外星人有关的梦 但他最想了解的是 有一次他在梦中看到的幻象 虽然他不觉得那有什么呀 但是他的人生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这次经历是发生在1978年的某个晚上 他当时正在准备睡觉 他很确定自己那时候还没有睡着 忽然就听到了房间的角落传来的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 凯利跟我来 而那个声音呢 是直接传递到他脑海里的 接着他就感觉自己开始往上飘 脱离了身体 一个灰色模糊的没有形体啊 什么都没有的东西与他一起漂浮 然后呢 他就不在房间里了 而是漂浮在所有的东西之上 凯利从这个视角就连续看到了五个场景 他们似乎都和他的未来的人生事件有关 而且是依时间的先后顺序出现的 那些场景充满了象征性的意义 与潜意识在梦中所使用的形态非常相似 那这件事情发生在多年以前 其中有的经历呢 已经在凯利的人生中成真了 只是除了有一件印象最强烈 引起他最多恐惧和困惑的事情还没有发生 他一直都没有忘记那件事情 当他看到一个部分遭到毁坏的城市 和成千上百的人病了 病情或轻或重 他看到自己身在其中 正在照顾他们 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没有病 他也知道自己不会生病 当他抗议 为什么要我做这些的时候 答案出现了 让你看这个 并不是要你恐惧 这是你被派到地球来的原因 你必须为了这些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 接着他就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有弧度的房间里面 里面有一排排的孵化箱 而这个场景便不像是在地球了 箱子里都有婴儿 但那些婴儿和他看过的都不一样 他曾经把他们的样子画了下来 那些婴儿都有很大的头和眼睛 跟他们完全浸在液体中的萎缩的身体 形成强烈的对比 而这些婴儿之间不但会用心灵互相沟通 还懂得很多复杂的词汇 每个孕育箱中的婴儿似乎都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 他们的皮肤发亮 白到近乎透明 接着有个人类模样的女子就走了进来 他掉了一颗胶囊在地上 看起来更像是缓式胶囊 只不过是透明的 他强调胶囊就是婴儿 只要凯莉遵守自己来这里的职责 他们就会把胶囊放进液体 婴儿就会从胶囊中生长出来 于是凯莉捡起胶囊想带回去看看 可是房间里的人说 他不该拿着胶囊 他们会生气的 所以他很害怕 就在那个时间他就醒了 后来他经常梦到自己在育婴工作室中 他有一种感觉 那些婴儿是外形婴儿 而这一定与幽浮有关 对于朵罗利斯来说 如果事件只是梦的话 潜意识会巨石一杠 如果他不回溯那一天 就不会知道真相 在婴儿状态下 他立刻就提供了正确的日期 7月26日 一些场景逐渐就开始出现了 他显示漂浮在场景的上方 最后出来的许多人 临临死亡的大城市 他描绘的画面和声音颤抖着 那些人的死亡让他十分的痛苦 由于他太难过 朵罗利斯镇定他的情绪 并给予放松的指榴 引导他前往婴儿怪梦的房间 于是他马上就开始描述 他所看到的画面 他像是医院里的协助护士的护工 不过他很怕这些婴儿 因为他们会彼此谈话 凯利描述 装着婴儿的容器 边缘是成弧形的大盆子 看起来像是用类似于透明胶囊的材质做成的 房间里有很多这种容器 他必须在婴儿之间来回走动 检查温度 水 确定水位够高 而有些婴儿闭上眼睛 有些是睁着的 他不太喜欢凯利 有的时候还会瞪着他 那些婴儿会长大成人 只是长相非常奇怪 他们都很高大 非常瘦 手臂牵长 他们有很大的眼睛 脸型消瘦几乎没有下巴 他们的眼睛像油会变色 日常情况下是黑色的 水水的 皮肤呈现紫灰色 像生了病一样 显然不可能是地球的人类 凯利对这些婴儿充满了负面的情绪 由于他不允许走出房间 因此无法获得更多的信心 醒来之后 他对催眠的过程完全没有影响 催眠就更像是一场梦一样 等他完全清醒过来 他就潦草迅速地描绘出了婴儿的样子 还画了太空监护人的那个房间内部图 在后来的时间里 朵罗利斯惊讶的就发现 外星飞碟研究机构的其他调查员 也保存着这样的婴儿图 而婴儿的形态和凯利所画的都大差不差 有些调查员说 那是人类和外星人浑种的实验品 不过这个理论和凯利在催眠下所说的完全不同 他坚持那些婴儿不是人类 而是外星人 他寄来的那个宇宙飞船内部的图像显示 他在这个持续的经验里 一定曾经有走出过那个房间的时候 凯利会不会被带到的是一个弟弟的实验基地 这么想就是因为他曾经提到过军队这类的环境 还有就是工作人员看管 他从来没有说那是哪里 只提到他醒来就在那 他不能够离开这个房间 他也没有解释他是怎么被送到那里的 其他的案例也报告了凯利所说的灾难场景 虽然细节不尽相同 但是地球发生了类似于剧烈的灾难变化 难道这就是外星人发来的警告讯息吗 多罗利斯收到的邮件也证实 有许多人透过生动惊人的梦境 看到了类似的幻象 而这些场景和幻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它们是可能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那么它们就能够被人类的心灵所影响和改变 按照凯利之前做过的 已经成真的预知梦来看 人类在未来的某一天会遭遇这样的灾难 甚至和外星人一起去存在 相处的画面也会变成现实吗 至于外星人 我们无法确定真假 而催眠就像是一场梦一样 更多的真相我们还需要继续探索 那么好了 故事呢 宇哥也就讲完了